赵莫生和何以称合体?黄晓明越发帅气但是身高早已不是迷。 2018电视剧品质圣殿颁奖礼现场,现场可谓是聚集了一众亮眼的明星,黄晓明、杨幂、孙丽、陈晓、何润东、于浩明、马一黎、静东、张嘉义、刘桃、吴启龙、王凯、袁全、杨朔、郑凯、江山、关晓彤、柳云龙、江书颖、吴大靖、张晓、 灯轮等明星亮相。 其中杨幂就和曾经的荧幕情侣黄晓明站在了一起出席颁奖嘉宾活动。 当日黄晓明身着一身儒雅绅士的黑色西服,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礼帽,像极了多年前她和孙丽在新盛海滩中的许文强伴想。 杨并也是光鲜亮丽,身着一身烟雨朦胧的珠秀长裙,衬上雪白的肌肤,娇羞之间可见仙女一般的气质。 不久以后杨并的新剧《扶摇皇后》就要播出了,从预告来看,应该会刷新之前三收三世带来的收视狂潮。 很多细心的网友也发现了一个千年老狗,肖明哥真的是不怎么高,更有网友直面在观播贴图说话,肖明哥什么都好,就是这身高造假是硬伤。 你看身边的杨并穿了高跟但是黄晓明还戴了高帽,两人差不多一样高,所以那个180的梗真的是又要来一波啊。 当然黄晓明也是有作品说话的,黄晓明在热播剧《狼牙榜之风》《启程林》中饰演的肖平章深入人心,得到了大家对他演技的一致认可,也让大家再次认识了好演员黄晓明。 当晚,圣殿现场黄晓明也获得了一份独特的赠礼,狼牙榜中的同款将军头盔。 过去一年黄晓明在公益事业上的努力也值得大家点赞。 所以大家不要再抓着人家身高不放了。